好 那我们赶快呢 接下来看一下课本里面 还有提到有关于这个股票投资的部分 请你看一下603页 就刚刚我们讲过了 其实在课本都有 那我刚其实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说我讲的会比较完整 也就是说把很多 这个可能在课本上还不会去提到 但是我想给你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的部分 好 那再来看一下呢 接下来603页就讲股票投资的部分 那看一下呢 他说如果持有 请你看604页 好 他说呢 如果持有的股权是少于20% 好 604页 那说在国际会计准则里面 他不会去给那个比率 他只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的持股 对这个被投资公司没有影响力 好 所以在我们的Electration 12-3 他说呢 在上面有个表 那个有个图了 他说如果低于20% 你就没有什么 没有影响力 好 那然后我用的会计处理呢 是叫成本 然后期末 要根据公允价值去做调整 那如果我的持股是超过20%到50% 好 也就是说你有影响力 但是没有控制力 超过50%以上 我们说你对这个被投资公司是有控制力的 那现在如果你是20%到50%的话 国际会计准则 我说了再强调 国际会计准则不会给这个百分比 他只是告诉你没有影响力 或者是有影响力 甚至有控制力 好 所以他把它分成这三个情境 那如果呢 第二种跟课本上面讲的是 如果你有影响力 但是还没有控制力的话呢 你的会计处理方式叫做 equity method 就是我们刚讲过的权益法 那再来呢 如果你超过了50% 或者是说你对被投资公司有控制力的时候 那你的会计处理 其实也是equity method 只是你要做一个什么 合并报表 要做consolidate 就是要做编合并报表 所以他说 你看他的会计处理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编制合并报表 好 那他的影响就是他超过50% 他就是有控制力 就是有控制力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Elletration 12-3 他先根据你持股的情形来做三种情境 那其实这三种情境 其实主要是分成两种会计处理 一种叫做成本与公允价值法 第二个 其实他也是用成本 我这当然没有特别强调成本的原因是说 你用多少钱买就用多少钱入账 其实跟第一个 你也是成本是一样的 只是第二个呢 快递处理方式叫做equity method 就是权益法 你跟着被投资公司的权益 金额变动而调整 所以叫做权益法 那如果你超过50% 或者是你对这个公司有控制力的时候 你还是做会计处理还是用权益法 只是你要编合并报表 好 除了权益法会计处理 你还要编合并报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当你持股课本上面就针对这三种情形 来稍微解释 举例一下他的会计处理 好 第一个他先举 他如果你没有影响力的时候 他说for example 在2017年的7月1号 这个利这家公司取得1000股 好 这1000股呢 相当于这个B公司的10%的股权 好 那所以呢 他就没到达20% 或者他就是没有影响力 604页 好 他这边举一个例子 然后呢 他花了这个金额花了多少钱呢 每一股用405元去买港币 好 所以呢 1000股 每股是405元 所以他买价是405,000元 那这里都没告诉你 你除了这个买价之外 还有什么手续费啦 或者是交易税都没有 好 他只是简单 好 那未来到了中块 可能才会告诉你 有这些支出的话 你要怎么去做你的会计处理 所以出块很单纯 都只告诉你 你花了这么多钱去买 好 但是他没告诉你说 啊如果你除了这个买价 还有其他的支出 要怎么认定 好 那课本上面 只是很单纯的讲 他花了405,000元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分路是debit share investment 股权投资 好 那其实这个股权投资 因为他低于10% 所以他有可能是 trading security 有可能是什么 available for sale security 好 他后面会再去解释这一块 那再来呢 你买了 你买你投资股票 当然就是为什么 会收到股利 所以假设呢 这个公司呢 他是在10月31号 他每一股发放20块的股利 所以你有1000股 就拿到2万块 所以debit cash credit dividends revenue 2万块 好 这课本上面 写给你的分路了 好 接下来 如果你卖 10月31号 你卖 你卖的时候呢 你卖的价格是卖了395,000 所以我的成本是45万 然后我只卖掉395,000 所以我产生了1万块的什么 出售损失 好 所以在605页 他说假设他在隔年的2月10号 他卖掉他的所有的股权 40万5千的投资 卖到金额只拿回来39万5千 就产生出售损失 那这个例子你会不会想到说 他2017年买 10月1号发了利息 那2018年2月1号卖 他有没有鼓励啊 有没有鼓励 因为鼓励我们强调过 公司没有一定要发放鼓励 所以呢 2月1号他卖的时候 公司没有说要发放鼓励 他不能说 那我保留我收取部分鼓励的权利哦 所以后手 假设不想他卖给谁 后手要先付一部分的鼓励给我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因为鼓励 不知道这个公司要不要再发 所以鼓励没有保留的权利 因为鼓励没有一定要发放啊 所以他没有没有 他既然没有一定要发放 你就不能跟你的后手主张说 那我未来可能会收到的鼓励有多少 你要先付给我 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跟利息不一样 利息是一定的时间 发行人一定要支付的利息 所以我要卖的时候 我跟你 我可以主张说 我持有多久的利息了 所以你要先付给我 因为到时候你会拿到 12个月的利息是一定的 一定你会拿到12个月的利息 但是你持有只有9个月而已 所以前面这3个月的利息 本来就应该我要收得到的 你要先付给我 所以跟鼓励不一样 所以你不要 我说讲说前面利息 他持有3个月 为什么这个隔年再卖 他没有鼓励 因为鼓励就没有一定要发放 所以他没有这个权利 去跟他的买方说 那你要先付给我利息 鼓励没有 这个回事 好 这是他卖的时候 一样跟前面一样 我的卖价跟我 帐上的金额来做比较 决定我的出售损益 这是605页 先举的是 我没有影响力 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持股的比例在20到50之间 换言之 他就是有影响力 好 但是还没有控制力 那基本上我不讲50% 因为你要编合并 好 这个合并如果只是课本上面的两个相加 那这个没什么好讲的 好 重点要讲合并的时候一定有某些情境发生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些的调整 好 所以这里50%你要编合并的这个部分我不讲 好 只是你持有超过50% 你要编合并报表而已 会计处理还是权益法 好 只是要编合并报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什么叫做权益法 他说持股超过20%以上 换言之 当你有影响力的时候 你的会计处理就要编合并 对不起 就要做依权益法来做 好 那看一下呢 在我们的605页什么叫权益法 好 先举例 他持有他买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一下呢 他买了这个M公司 好 持有这个B公司呢 他的股权30% 在2017年的1月1号 他花多少年去买 花了12万的英镑 所以你可以看1月1号的时候 他是不是借他的股权投资贷现金12万 他花12万呢 就用12万入账 好 然后再来 他要记录他的股利收入呢 假设这家公司 好 他发放了这个 3万块的现金股利 好 你可以看他说呢 2017年 这B公司他报导的净利有10万块 然后呢 他支付了这个 呃 他同时宣告发放4万块的现金股利 好 这是B公司 他当年度赚了10万块 损益表的结果是10万块的英镑 内银行 然后呢 他当年度有宣告要发放股利4000块 好 那第一个 我们说 我们先讲他的发放现金股利的时候 他的投资 因为现金股利啊 所以他的权益科目要减少 所以投资公司 他拿到现金 但是代际投资科目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在606页的第二个分路 好 他先告发放4万块的股利 那他的这个M公司 他只有30% 所以他拿到12000的现金 但是 因为他发放现金股利 所以他的equity会减少 这B公司的equity会减少 所以M公司的投资科目要更的减少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他是不是代际share investment 投资科目减少 好 那再来看一下 他2017年当年度赚了10万块 那2017年赚了10万块呢 这M公司持有他30%的股权 所以他投资科目 因为他赚了10万块 保留应于增加 权益科目金额也增加 所以投资公司的投资科目 也要跟着增加 所以他投资科目增加的金额就是 他的10万块乘上30%的持股比例 所以他承认share investment增加3万块 但是他投资这个资产增加 他代放是什么 因为他承认投资收益 investment revenue 叫做投资收益 或者是revenue from share investment 所以你可以讲 来自股权投资的收入 如果直接中文翻译 直接翻译叫revenue from share investment 你也可以写成直接写 investment revenue 叫做投资收益 中文叫做投资收益 好两种会计科目都可以写 好所以我说会计科目不是一个很死的 好所以我向来我都不会去说 你的会计科目要写的跟课本完全一样 因为没有意义 这本书这样写 因为本书写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他都代表是你的收 投资来的收入 所以我就没有觉得很有必要 一定要写成revenue from share investment 我也可以写investment revenue 也可以啊 因为你都要知道 它都是你损益表的收入的科目 这样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不要要求你的会计科目 要写的跟课本完全一样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很大的意义 你要搞清楚 它是属于会计五大要素的哪一个 那最好你还能够写清楚这个来源是因为什么 因为投资所产生的收入 因为利息所产生的收入 因为鼓励而产生的收入 所以你就鼓励收入利息收入 投资收入都可以 好那这是权益法之下的会计记录 那如果你持有超过50%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不提 我不讲 我就不去提它怎么去编合并 因为如果直接两家公司的金额相加 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呢 我们怎么去 在我们的报导投资的时候 我怎么去什么 怎么是valuing 我怎么去评价 608也其实就是 接下来就要谈我们的公允价值法 就是期末我要编 我要做调整 尤其是当我的投资科目 投资是属于trading 或available for sale 我期末在我的财务报导上面 怎么去揭露 或者是怎么去报导 这两个 这两类性质投资的价值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606页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说我们针对我的投资 我的有价证券 先把它分出来 好不管你是 那个 debt 还是你是share 它都可以有什么 609页 你有可以什么 trading 交易目的 好 然后第二个呢 是hail for collection security 其实这个hail to hail for collection 有点是什么 我刚刚写的 pear to maturity 好被我擦掉了 好 就是持有到到期日的 好 那 这个 就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就我投资债券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它skip掉 当中有一个 我持有是被公出售的 好 它这边是先讲两种情形而已 好 它先不提 你有持有到到期日的问题 好 所以呢 不提说你是被公出售的 好 因为它的会计处理 是比较麻烦一点点 好 所以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的债券投资 我可以是trading 我也可以是什么 hail for collection security 意思是说我hail for maturity 一样 我持有到到期日的投资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它的会计处理 好 这个第二个 你又如果持有到到期日的 债券投资 我这边先没有讲 不讲 因为它比较复杂 好 因为我的买价 跟它的到期值可能不会一样 所以就跟我们的债券一样 你要做折利价谈销 所以这个地方我先不讲 好 所以为什么不讲 因为其实要讲也不会增加你们太多的困难度 因为我的买价 既然我要持有到到期日 假设我买的时候是 假设这张债券的面额是100万 到期日就是100万 因为到时候发行公司这个根据面额来还 可是我买的时候花了120万 所以多出来这个20万 我必须在我买到这个债券的到期日当中 有系统的去贪销它 就跟我们的长期公司 发行公司债的概念很像 好 但是我就不增加大家的负担好了 所以有个同学怎么睡得这么好 还盖被子吗 那个被子够软和吗 要不要帮你借一下同学的被子 外套来盖 好 所以呢我们先不讲 Hail for collection security 好 那这留到中块再来讲 那再来看一下呢 我的股权投资的部分 有trading 有non-trading non-trading就是我这边所写的 available for sale 就是被公出售 好 只是我说了国际会计准则 他的名称叫做non-trading 非交易 其实就跟我们美国的会计处理 或者是之前台湾公报里头出现的 被公出售有价证券 或被公出售股权投资是很相似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两个投资呢 这两个会计科目就跟我们前面这边写的 好 又被我擦掉 反正就是这两个 他的会计处理期末都要采取什么 公允价值法 那我们就来谈他期末怎么做调整 虽然都用公允价值法去做他的期末评价 但是他评价出来的结果 放在报表的位置不一样 好 不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呢 如果你是trading的话 你期末要跟报导期间结束日的公允价值 来做比较 来决定你的持有损益 只是因为你还没卖 叫做未实现 unrealized 未实现 好 所以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课本上面给我们的例子 比如说610页 好 610页的这个例子 他说根据12月 这个12之期Electration 事例12之期 他给你看 这个公司呢 他持有两家公司的股票 一家是Y公司 他持有的成本是5万块 另外一家公司是K公司 他持有的成本是9万块 所以他原来投资的时候 trading security 好 shared investment 我刚是不是讲 这是trading security 我下面明细帐 shared investment 明细帐 明细帐下面再分直目 有K公司 有Y公司 这样子 所以这两个公司原始我投资的成本是14万 那2017年的12月31号 假设这是我的报导期间结束日 这两家公司股票市价加起来是14万7千 公允价值14万7千 那我的成本14万 那我们说呢 公允价值法的意思是 我的报表上面要反映的 要呈现是他的公允价值 才叫做公允价值法 好 那我就要承认7千块的 未实现持有损益 那我帐上的trading security 14万 所以我要借trading security 代替unrealized holding game 或game on unrealized holding 都可以 好就是你要呈现出来的是 你的未实现的利益 重点在利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12月31号 我是不是产生一个 fair value adjustment -trading 比如说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是放在trading security的底下 因为我原来的成本14万 然后呢 我帐上我的报导的时候 我的trading security是4万 我再加一个adjustment fair value7千 所以我报表上面出现的trading 报导的金额就是14万7千 这样听懂吗 我说请你看一下610页 610页里面 因为我根据期末的公寓价值去做调整 好 610页 课本上面呢有一个什么 adjustment fair value trading 告诉你是什么 交易目的 交易目的有价证券7千 代方有一个unrealized 未实现trading 未实现的持有利益7千 那我讲这个科目是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我的资产负债表的trading security下 它是在企业方 因为它是加项 所以原来成本是14万 加上这个adjustment fair value 好 或者是fair valueadjustmented 就是我调整的 好 那放在它底下 所以我的报表上面出现的trading security 或trading investment 还是什么 14万7千 好 那接下来谈这个科目 这个是current live assets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 它放在这是流动资产的科目 跟着trading的底下 所以它是个家项 这个科目呢unrealized gain 这个科目 所以实现利益 重点在后面 它是一个利益 所以呢 它是一个income statement的科目 它是损益表的科目 算是营业外收入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的损益表 多战事损益表 销货收入减掉 销货退回与责让 得到销货金额 减掉销货成本 得到销货毛利 销货毛利减掉营业费用 得到营业净利 然后再去加减营业外收支 好 营业外 哪些是属于营业外 利息收入 利息费用 兑换损益 好 会对损失 会对利益 最近不是很多公司 上市贵公司 这个营业不太好 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我们上一季的台币升级 好 所以就产生会对损失 好 那会对损益 就是放在营业外 因为跟你主要营业行为无关 那还有包含什么 包含我们这边的 你的债据 你的投资 因为你是什么 你不是投资公司 所以你暂时利用你的闲置资金 不是你的主要营业行为 所以产生的利益都算是营业外 如果损失也是营业外 要听懂吗 所以我的营业净利 加减营业外收支得到税前净利 扣掉所得税才得到税后净利 好 所以这个科目放在损益表 那会影响我的损益结果的计算保留英语 也就是说我在算我的什么 每股营与的计算的时候会受到影响 这个我产生的未实现 这个科目 trading所产生的未实现损益 它的结果会影响每股营与的计算 因为它会影响当期损益 所以它会影响每股营与的计算 好 为什么要强调它会影响每股营与的计算呢 因为如果你是non-trading 如果你是非交易目的 或者我们这边前面讲的available for sale 被供出售有价证券期末 它也要跟什么 跟着你的公允价值去做调整 那如果不管你是产生的是公允价值高于成本 还是公允价值低于成本 你都要把它承认 而且你只叫做未实现 但是一样都是要做公允价值的调整 如果你这个是non-trading 好 请你要特别留意 如果它是一个non-trading 我一样要做公允价值的调整 假设这个election是1-7 12-7 如果这个投资是算non-trading 好我用课本上面给我们的名称 non-trading 那我一样调整科目一样这样写 它一样放在资产负债表 一样放在资产负债表 好就是balance sheet 但是它是不是一定放在流动资产 不一定喔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那个available for sale 如果你是长期 所以我持有的时间会长一年 你就非流动 如果你是一年之间会把它处分掉 它大概算是流动 好 所以我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non-trading 它有可能是流动 有可能是非流动 那不管怎样 你的这个调整科目 就是跟着那个科目 你原来是流动就放在流动 放在非流动 它就放在非流动 重点在这个地方 它一样要做什么 公允价值的调整 它一样可以承认未实现利益 可以承认未实现损失 但是这个科目 如果你是non-trading的时候 它的未实现损益不影响 一样放在损益表 一样是放在损益表 但是它放在损益表的位置 不会影响每股盈余的计算 它是属于综合损益的一项 到中块会提到 什么是综合损益 它一样损益表 到中块会告诉你我们的损益表 不是叫做损益表而已 而叫做综合损益表 原意在哪里 因为我会有一些不影响当期损益的 综合损益项目 这个叫做comprehensive income 综合损益 综合损益 就是这个comprehensive income 这到中块里头会讲 我们的损益表 到中块告诉你 损益表不是叫做 Baligned Income Statement而已 不是Statement of Income 也不是Income Statement 不是这样而已 而是会告诉你 我是comprehensive Income Statement 综合损益表 为什么要叫做综合损益表 因为在这个损益表里面 除了我们之前所看到 我刚刚念了一大串 好 营业减额减掉销货 不是 销货减额减掉销货成本 得到销货毛利减掉 营业费用得到营业净利减掉 加减营业外收支得到税前净利 减所得税得到税后净利 这个都是属于当期损益的范围 但是如果有一些交易的发生 他也放在损益表 但是不是放在这三个稳定的一大串里面 而是放在本期损益的后面 有个其他综合损益 就开始放这些 一共有五类的交易 他发生期末要做的事情 他放在损 一样叫做放在损益表 但是他放的损益表 不是影响当期损益 他是放在当期损益的后面 叫做其他综合损益 那其他综合损益的金额 不影响美股盈余的计算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醒你 如果你是Trading Security 期末做的评价 说产生的未实现损益 它会影响当期损益 Trading Security之下的未实现损益 会影响当期损益 会影响当期损益 非交易目的或者叫做Available for sale 被供出售 你只要是这个分类之下 你做的评价 期末的供允价值评价 未实现损益 不影响当期损益 虽然他一样放在损益表里面 但是他放的位置叫做其他综合损益 其他综合损益的金额 不列入美股盈余的计算 不列入美股盈余的计算 请你特别留意 所以为什么他一样这两个科目 你是Trading或者是Non-Trading 或者叫做Available for sale 他期末都是叫做供与价值法的评价 但是评价出来的结果 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只要先记得Trading 他会影响的是当期损益 只要是会影响当期损益 就会影响每股盈余的计算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课本上面的 好 如果呢 接下来看一下2018年 好 但是这个 它是往下了 那我们刚刚的2017年 我的供允价值是14万7千 好 因为我就把它调成为14万7千了 但是呢 那我们看一下 因为我 你既然是Trading 你每年 你这些投资是不是很短时间会把它卖掉 那你也有可能在做其他的投资 所以到2018年的时候 好 那这个公司呢 它的K跟Y也都卖完了 可是它重新买了T公司跟V公司的股票 买进来的成本12万 当时候2018年的供允价值就11万5千 所以眼前一看 我是损失了5千块 换言之 我帐上承认的这个Cost 12万 但是因为我上个年度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有这个科目 有这个科目 这个科目是不是放在什么 它的供允那个Trading Security的底下 但我卖掉的时候是把它的成本冲掉而已 这个科目还存在 所以原来如果还没有做调整之前 我的资产负债表会长什么样子 我的Trading 调整钱 好这是调整钱 unadjusted 调整钱 我的Trading Security 会12万 2018年 因为我上个年度有一个什么 Fair Value Adjustment 好 Fair Value Adjusted 调整的 好 Adjustment好了 7千块 这是上个年度的 那你可以发现 如果我没有做调整的话 我的工 我的呈现在报表是12万7千 因为这是上个年度的 2017年已经做的调整 我会有12万7千 那现在呢 我其实 这个科目 当年度我们已经讲 它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11万5千 公允价值是11万5千 它的要调整之后的 我调整之后 要让我的这个Trading 要从12万 要减少5千 为11万5千 因为它的公允价值是这个金额 所以我不但要把原来的12万 承认有5千块的未实现损失 我还要把上个年度的7千块的未实现利益充掉 要把它充掉 因为这个科目跟着 它是10账户的科目 它是跟在我的Trading的底下 上个年度不是原来的成本是14万吗 我是不是加了7千 我有个Fair Value Adjusted 供允价值调整7千块 所以才会反映出它的供允价值14万7千 在它的资产负债表 那今年度我把K跟Y的股票都卖掉了 我重新又买进来 但是我卖掉的时候 这个科目是期末去调整的 所以我卖掉的时候 我原始成本是14万 所以这个东西并没有去调整它 那等到期末的时候 我再来调整这个科目 可是因为还没有调整之前 我原来是买进来的 后来2018年再陆续买进来 它买进来成本12万 还没有调整之前 这个科目还存在的 所以如果我这样写出来 就告诉你说 它没有调整前 它的金额是这样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的供允价值呢 我的供允价值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我要把这个科目 重新做调整 意思是说 这个科目都是因为期末调整而来的 所以课本上就告诉你说 我不是只能承认五千 我不是只承认五千块的损失 我要承认一万两千块的损失 因为一万两千才能够把 原来上个年度的七千冲回 再承认 今年度的五千块的损失 所以你看一下 在我们的611页 2018年的12月31号 它是不是承认 一个Unrealized Lows 未实现损失 代季 Fair Value Adjustment 我是不是就把 因为我原来有 这个是在借方的 如果这个科目 好 Fair Value Adjustment 原来是七千 我现在代季一万二 所以是不是让它产生 代方的五千 因为它在代方 所以写在这里的时候 它才会是什么 简像 它才会是简像 所以我才能够反映出 它的公允价值是十一万五千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这个例子 还没有去讲到 non-trading的问题 它只是先把trading 好 而且这个公允价值调整 每一年期末才在做调整 就像我们的被抵坏章一样 期末才去做调整 好 那这个是到611页 好